站住 什麼站住 什麼站住 還怕你會出鏡哦 我們現在正在這個西百坡的學習館 你們是不是前面在別的組合上 最近都知道那是哪 你們要見這個電視劇呢 各位看過嗎 這個電視劇它的出播率也是很高的 我們直接一起學習一下 本來我說話聲音比較小 自己聽的不是太清楚 你們是不會擦這些 在西方看 咱們看到這個照片呢 可以肯定 它這個排詞的出處呢 是有歷史劇劇的 不像什麼手撕日本人 這個一下打個八百零 這些抗日神劇 你看還看不見 還打八百零 這個當然呢 今天也是非常有名要 給各位主播提醒一下 今天大家來西百坡參觀呢 是非常有紀念意義的 在七十三年前的今天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就是在今天宣布戰敗的 整個二戰結束 那麼這個就是司令員林彪 當然林彪的皮鞋呢 不僅擦得亮 毛主席竟然把手杖交給他 也是有絕對比勝把握的 所以四眼的林彪呢 不僅皮鞋擦得亮 帳打得也漂亮 來大家看一下 收到的這些大型武器 第一門呢 就是傳說當中的聲號 這個聲號還是非常厲害的 射程長達四千三百零 這個叫什麼 是 山炮 山炮 還有這個 這個有 下一個是 對 而且今天那個 講解員說今天特別有意義 他說今天是這個 日本無條件投降的今天日 我們剛好趕在今天來看 他說這個炮叫 山炮 山炮 然後這邊基本上都是當時戰爭時期用到的一些 算是 算是正起人氣 我這樣說話你們聽得到嗎 沒有 沒有 我沒有戴耳機 這裡面本來有點吵 好 三大改一 東建是國外大改一 最後一戰呢 是哪個平靖 北京原本的名字叫做北平 當時呢 國軍重兵包圍北京 或是北京城那個二十五萬大軍 在北京城那個二十五萬大軍 在副作義將軍的帶領下 接受我們和平打監 當年呢 北京沒有打一槍一打和平解放 所以呢 這個我們很多人去北京參觀的時候 都不會看到這個整個北京故宮 還有許一個古文貨受過戰爭的碎塔 還有許一個古文貨受過戰爭的碎塔 那是沒有當槍 當這個子彈的和平解放 後來呢 主席任命這個副作義是第一任 是北京故部長 當然呢 主席也說過 戰爭是分別兩種 有正面戰場 當然可以隱蔽戰線 在這兒保留一下 然後再說 各位主觀者 我們現在要轉場 轉去 我一會兒要轉去哪兒 對我們一起聽就行了 我們一起聽就行了 第七戰爭 王主席說過 任意的戰爭 是行眾的戰爭 只有共演群眾 依靠群眾 才能進行戰爭 搭上領開老百姓的大力支援 當時在後方 有一首支援前線的小笛歌 四季化 給大家協賞一下 最後的一碗飯 最後的一碗飯 送去鎖駛糧 最後的一支墨 送去鎖駛房 最後的老面杯 蓋在大檔架上 最後的寂寞 讓我送去上陣場 現在蔣姐原還要會唱歌呢 還可以 對 我覺得唱得蠻好的 對 剛才提到間諜 再讓我們也提一下 今天我們的團隊當中 有沒有其他網絡的間諜 混入魂 鬥於中國 有嗎 又可以站出來嗎 今天這個機會 好的 接下一個間諜 北京呢 我們就是這個 跟這個副作義 當時副作義在京城統帥25萬大軍 可想而知 如果一旦給他開戰的話 整個北京的很多古文物 將會受到戰爭的虛彩 其實從一開始呢 我們就啟用了他的金鑰秘書 顏有文 顏有文 當時每個星期六 都會在北京北海峰園 一蘭堂召開一次記者招待會 而他的上線聯繫人 王玉就混在這個記者其中 他會找時間單獨和王玉見面 把總結一個星期以來 副作義的軍事會議個人計劃 以及整個軍事計劃 包括他個人的情緒變化 對我們都有一個非常詳細的匯報 北京能夠和平解放 顏有文可謂是公不可謀 建國以後 副作義擔任第一任史蒂布部長 而對於這個共識 十多年的山心老鄉極為信任 讓他擔任了史蒂布辦公天的主人 於是為此中央下方理想不愁兒的規定 副作義一天不去世 那麼顏有文共產黨員的身份 將永不得不開 結果顏有文在1962年 並是副作義在74年 而他真正共產黨員的身份 直到他去世三十一年以後 1993年才正式公開解決 我們要切換場 我們要切換場 是要律師的 更加藏餘 完成 是 設計 週刊 修飪 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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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我们的小姐有哪天呢? 那这盘就是参加七年二成全会的中央委员34人,后顾19人。 在这儿有习仲勋,西北京区的中央,另外最长寿的是这位李正操。 李正操,他的曾经是张学良的部下,他最长寿的,55年受与上将聚前,担任过铁道部的部长,年纪大了以后, 年纪大网球协会予以主持人。因此,李老总结自己的一生,就看了三件事,打鬼子,修铁路,打网球。 李正操,他会员和重。 哦,好,好。 李正操,他会员和重。 针对这一点,毛主席为即将执任的共产党员敲响了警钟,指出夺取全国胜利,指示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千曲谨慎,不交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即将执任的共产党员敲响了警钟。 这次会议后的十天,整个中央机关就离开西伊百多附近建国了,接下来我们到下一展示。 放在那儿的电话。 我们既然不在旁边,否则热略可以执植刑。 我们将铃铁路。 我们要出现了下一展示啊。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紧跟讲解人的空. 哦 撤离一下 我在旁边就没有网 大哥 哦 我现在连着排泰的随身WiFi 他如果离我太远了我就没有网 你要上镜吗排泰 不要不要不要 各位委员 目视前方 走过地面长公司的马铃墙 这边是开的了 两两相对 演绎着党 从这里走向生命时光 一定能大家感受得很脾气 二冬全荒会后的十天 中央乘坐十三辆这样的中型基辅车 就离开西百坡附近建国了 中南曾经决议西百坡一个最准确的定位 他说西百坡是党中央毛主席 进驻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指挥三大战在此 开党的期间 二中全会在此 到此整个历史部分也结束了 大家可以在这留个影照个像 照完以后接下来我们到下一展示 接着参观 对我们现在在西百坡 然后我们现在去下一个展示 很好你们这个口号 等今天我们小组长来的时候 我把这个口号告诉他 这就是我们一组的口号了 这个就是马主席正来他们在这儿的一些生活照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周董宇的生活照片 对啊 这是周董宇的生活照片 这是周董宇的生活照片 对啊 这就是周董宇的生活照片 主席给第一次 第一次创立决请民主意 就是山春赛 因为为各种幻想 以义为用于协议的定位 一节改加入王家小 另外第一任的为主酌篮的大师 在营加中央主得了 永远的首期 第一次创立决去 第一次创立决去 好,各位主公,咱们下楼到最后一个展厅,大家下楼到最后一个展厅。 上面的展厅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要下楼去公路一个展厅。 我们现在来的地方,这是他们的养育丝卫生。 我们也是在这里,向楼到最后一个展厅。 向楼以后,左手边是卫生间可以去一下。 好,各位向楼,我们到十一展市,左手边是卫生间可以去一下。 最后一个展示,哇,这个展示一进来都是巨幅的照片。 展示一展,我们看一下。 因为大佬那边。 因为大佬那边。 这里好像有点卡,你的手机卡住。 那我不知道是手机的原因。 那我不知道是手机的原因。